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出門前先去居住大樓的一樓寄明信片回台灣 待在紐約旅行的第七天 準備前往布魯克林的新潮街區威廉思堡 威廉思堡是美國紐約布魯克林的一個區域 北側臨近綠點 南邊與北德福德、司徒佛訊相連 東側則與布魯瑞維克和皇后區瑞吉武德相連 西側則緊鄰著東河 這裡的建築牆壁上有許多特別的街頭塗鴉 到處也都能看到磚紅色的鋼鐵建築 是許多人種族群的居集地 包括義大利人、波多黎德人和多秘密家人 同時這裡也是獨立養過SIST文化和時貿藝術社群的交流中心與朝聖地 今天的氣溫降了許多 漁業一直下下停停 奇怪 星期日的威廉思堡怎麼冷冷清清的呢 是我們太早到了嗎 怎麼大多數的店都沒有開啊 原本來這裡要逛藝術家跳蕎市場的 網路上查到是每週六日早上10點到下午7點的營業 可是今天來什麼都沒有看到 在這裡閒晃一段時間不知道還要逛哪裡 而且戶外真的太冷了 就準備移動到聯合廣廠公園旁的超市休息吃東西 運斗大樓於1902年完工建造時稱為福樂大廈 當時為美國紐約市最高的大樓之一 同時早期也是摩天大樓的代表作剛下建築的先驅 採用布札藝術士的建築風格 來到紐約必吃的美食之一就是Shake Shark 曾被媒體評為全紐約最好吃的漢堡 我們今天來到麥迪遜廣廠公園 這裡的Shake Shark漢堡就是第一間創始店 漢堡鮮嫩多汁非常好吃 最後我們就在紐約街頭慢慢逛到天黑 結束待在紐約非常寒冷的一天 紐約旅行的第八天 即便是陰天也不見我們每天出遊的熱情 這幾天住在梅西百貨附近都一直往其他景點旁 想說等傍晚再回來好好逛逛這附近 現在先搭乘地鐵R或W線到王子街下車 紐約SOHO區位於曼哈頓下城的一個街區 SOHO的來源是Southern of Houston Street的縮寫 也就是Houston Street以南的一塊區域 在以前的紐約這裡原本是工廠聚集之處 之後開始有許多藝術家進駐在SOHO 讓這裡的街道開始有濃厚的藝術氣息 許多特色文青小店、咖啡廳都聚集在這裡 使SOHO區成為紐約必逛的好去處之一 這裡也是世界最大鋼田建築的保存區 紐約小義大利就在SOHO區和中國城的旁邊 早在19世紀末大量歐洲移民移居美國 其中的義大利移民在抵達紐約後 就選擇在今日的小義大利區居住 這裡的風貌與SOHO區和中國城有截然不同的風味 紐約曼卡頓華府位於夏城的夏東城 早期移民紐約中國城的華裔主要以廣宗人為主 整個街區到處都是繁體中文的招牌 處處可見看似年代周圓的廣告招牌 與充滿古老歷史痕跡的傳統建築 覺得熟悉又感覺陌生 紐約是美國的第一大城市 也是一座世界級的國際化法都市 更是一個世界大龍爐 走在紐約街頭 覺得這座城市具有豐富多樣性的文化 從曼卡頓的上層中層到下層 清晰可見這裡是個多族裔聚集在一起的大城市 各種文化衝突都融合在這座令人嚮往的大都市 為什麼紐約常被暱稱為大蘋果呢? 就是因為紐約這裡到處都是機會 好看、好吃、人人都想咬一口的意思 又回到SOHO區的布隆街逛逛 這裡是紐約文創藝術重鎮 以及逛街購物勝地 附近聚集了許多特色小店與餐廳 還有H&M、UGG、維多利亞的秘密等等 這附近也有百闊公司一樓的化妝品裝櫃 有好多化妝品值得挑選 也有運動品牌Nike、Ibita、Thomas等等 地國大廈為難看 地國大廈為富之度 地國大廈為人們發展 地國大廈為協物 於美國紐約州紐約斯曼哈頓第五大島350號 西33間與西34間之間的一棟著名摩天大樓 就在梅西百貨的附近 於1931年動工1931年落成 是裝飾風藝術的地標辦公大樓 終於進來逛逛梅西百貨了 室內很大很寬敞 洞線逛起來很順暢 待在紐約的第八天就這樣沖沖的又結束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